西灣路一段進新疆北路口處 有一處老舊集合式住宅 因為臨近高速公路閘道口 且為交通要道 所以進出車輛很多 住戶因為沒有合法的停車空間 經常因為停車而被開紅單 因此29號上午市議員廖仙翔 就到現場會刊尋求改善 因為我們的西灣路 該段這個住宅的旁邊 就是我們的新疆北路 我們新疆北路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道路其實是非常寬的 那它目前也都是雙向的各一個車道而已 那我們現場量測了一下 我們單側含水溝蓋 大概是6米的寬度 斜的機車口長度大概是1.6米 6米扣掉1.6米 還有4.4米 4.4米也遠高於 我們法定規定3.5米的車道的寬度 現場勘察後 因為西灣路一段旁的 新疆北路口較寬廣 現場經人員實際量車後 道路單側寬度有6米 空間足夠10座機車格 今天揮端就是說 道路規劃的時候 在門口可以 一定可以 那改單向 單向的話就可以 機車格 那現在規劃出來可以多停27個機車格 27部機車格 所以我們現場就決議 先在我們這邊 畫一些單側 單側先試畫一些機車格 讓我們西灣路的民眾 可以雖然說可能不是在家門口而已 可能要走個幾公尺 但是至少讓他們有一個 合法的機車的停放空間 讓他們不要再違規受罰 現場私座後 將會有20幾步的機車格停車空間 私座上會盡量保留 巷弄出入口 及店家門口 且會將對向的黃線改為紅線 以確保道路使用上的安全 記者李嘉文 細紙 採訪報導